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量的资金开展免费的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特别要记住这个是免费的 它的目的就是降低我们的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发病率 保护我们的母亲 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国家带来的福利 这个是一点 按照现在目前最新的宫颈癌的筛查的指南 目前我们的宫颈癌筛查开始的年龄是20岁 中子的年龄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有连续三次以上的筛查 是正常的情况下 在65岁的时候 你就可以结束宫颈癌的筛查了 它间隔的时间是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20岁到30岁的女性是做宫颈细胞学检查 30岁以上到65岁的女性是做宫颈细胞学和病毒学两项检查 在这里我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 你如果是从来都没有做过宫颈癌的筛查 你即使超过了65岁 你已经68岁了 你从来没有去做过宫颈癌的筛查 需不需要筛查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你需要到医院去做宫颈癌的筛查 大家一定要记住宫颈癌的筛查是看你 那个是要做那个定义的 本来是对位症癌的筛查 t that we will call upon 这一段时间 我们要来的住院 有人会发生啊 ЬНАЯ细胞学检查